习近平基本上在用李志诚的方式敛财,什么叫李志诚的方式敛财?李志诚是1644年3月19号 攻进了北京城,4月30号离开,总共他在北京城待了42天,这42天他干了些什么呢? 他命令他的部将刘宗敏,把名嫖的800多个大臣抓起来交钱,获赢7000万两 他的行为失去了民心,李志诚也就失去了做天下的机会,李志诚是7000万两 据说习近平给一年的反腐定了个2万亿,完成这个指标有两个保证 第一个保证反腐时间持续一年,第二个反腐手段倒查20年,倒查20年很厉害 你以为你平安落地?没有,继续查你,这一轮医疗反腐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财政困难 没钱的开源节流,怎么开源?就是从医院,从院长,从主任,从医生身上敲,做法就跟李志诚是一模一样